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荣誉城好 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是中部地区颇具特色的魅力之城、宜居之城、和谐之城 常德历史厚重 六千多年前 仙民们驻离水而居 在里阳平原繁衍生息 照射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中华城祖世界道远长头山 这个有六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址 六千五百年前 养育华夏先民最古老的稻田 将中华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其发掘成果 写进了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 二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常德建成 北宋时至常德府 史名常德 老西门 常德城的文化血脉 常德人的民俗历史 传承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野产 常德思贤 高墙和院印子屋 饮食文化剥子菜 这些尝试最深处的韵味和痕迹 勾勒出常德记忆的诗意和美好 原理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补育了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 常德城内 河福山 太阳山 德山 三山谷位 原江川子河 凉水川城 柳叶湖 一湖香茜 山水香艳 沉井香荣 梦里水香 石化常德 头画原理的城市让人沉醉 水是常德得天独厚的资源 沉井规划设计就地取材 将对水的思考上升到 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 大手笔实施江河湖联通工程 把柳叶湖的烟波号码圈进城市 将川子河的漫江壁透送到市民窗前 让诗墙 画墙成为原江两岸的十里画平 画桥烟柳 灯营蒋生 水在常德城里流淌的越来越诗意 一份对于历史文化的深情回望 一张透着水光练艳的菊美蓝图 深深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川子河 川街走向的独特风光 获得了常德友好城市德国汉诺威的青睐 坦白一座原汁原味的德国小镇 搬到了川子河畔 常德河街随着沈村门飘香的笔墨来了 深圳华侨城 踏着柳叶湖的浪花来了 常德翻开了历史的信片 格外绚丽多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